喔喔喔喔喔喔 妳這樣不行啦 嘴巴太大 太誇張了 早安 歡迎來到芬蘭媽媽頻道 我是Rita 我今天早餐要做的是 蔥花肉鬆麵包 這個也是小時候那個巷子口餐車上 必買麵包之一 昨天晚上都吐了好想吃喔 今天早上就來做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今天要使用到的材料有 起司片 蔥 沙拉 雞蛋 吐司 肉鬆 牛奶 首先先來打兩個蛋 把東西先清掉一下 加一點點鹽 下一點黑胡椒 好 把它打勻 加一點牛奶在蛋裡面 再把它打均勻 來切蔥 這個蔥有點粗 所以我要把它先對切 好 剛剛打好的蛋液 倒過來這個前盤 因為我們要沾麵包 鍋子裡面要加一點奶油 粒桿 然後下蔥花 再上面包 先翻面 先翻面 先讓蔥花黏在麵包跟奶油上面 那等一下我們 底部烤好之後再翻來 再烤一下就完成了 先這邊放涼等一下再把它捲起來 下一片 繼續再切一點奶油 加一點蔥花 加一點蔥花 蓋上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放在這邊 放涼備用 放涼備用 拿一片烘培籽 取剛剛我們先放涼的 那片麵包 把它疊過來 這一片 有蔥花的地方要向下蓋 你要使用起司 那這個起司是 一般加上都是國外的牌子 巨弱 無意間看到這個台灣的牌子 當然要買來用 等等看孩子吃的反應如何 六甲甜妝 六甲甜妝 那這個是 所有起司全部都是 在一起 它沒有單片分開 好 在上面擺一片起司 擺上肉鬆 好 把它捲起來 烘培籽 先裹起來 讓它定型 好 頭尾把它捏緊 像做糖果一樣 頭尾捏緊 一捲就完成了 再次做第二片 要取一片麵包 有蔥花的朝向 放一片起司 肉鬆浮在起司上 因為這個肉鬆是比較大塊的 所以我會稍微把它剝開一下 然後不要放太邊緣 因為等一下捲的時候 會把肉鬆往外推 所以讓它有一段空間 我們盡量往這裡面 盡量往起頭的地方放 好 這樣就可以捲了 下的第一步要很扎實 碰到這邊的時候往內推一點 然後再捲 就像捲壽司的概念 稍微壓一下 稍微壓一下 頭尾扭起來 這樣定型 又捲成 串花朝下 讓我們一片起司蓋上 就可以開始鋪肉鬆囉 現在要來把頭尾切掉 現在要來把頭尾切掉 蘸肉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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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捲 蔥花肉鬆麵包就完成了 一捲 一捲完成 接下來第二捲 結果該不會是孩子最喜歡吃這一團吧 那就搞笑了 那就搞笑了 擠上面來吃 加上肉鬆 好 第三捲完成 蘸肉鬆 蘸肉鬆 然後壓緊 讓肉鬆不會再掉下來 今天早餐 吃完 蟲花肉鬆麵包完成 可以吃囉 哇 快吃了 你看看麵包 你要拿大卷拿小卷的 這是可能有小時候常吃的 這邊有吃過對不對 有 吃吃看 肉鬆麵包 都是長這樣的 是吧 通話麵包不是都長這樣 下面是平的嗎 下面是平的 然後內餡是肉鬆 這邊是內餡也有肉鬆好不好 小的便利就好了 我知道你吃不完 這是什麼 起司 不一樣的起司很好吃喔 你吃吃看 你這樣不行啦 嘴巴太大 太誇張了 這樣可以嗎 你確定 太恐怖了啦 你的嘴巴那麼大 你不肯 也不肯 你不肯 我會吃看 你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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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看 你不肯 我可以吃看 你不肯